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众下午好 也问线上的同修大家好 今天我们在宾城 马来西亚的宾城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 咱们华人都喜欢拜拜 为什么拜拜的人容易获得财富 获得健康 获得心想事成 还有我们对神明有一个整体的认识 怎么样安神 怎么样拜神 我来到宾城首先感受到的就是 就是马上咱们这儿就有一个九黄蛋 这个可以说在全世界 九黄蛋最热闹的地方就是我们宾城了 给你们宾城有福报的人一个掌声 谢谢大家 这个冰城我之前提到过 这是一个在我们这个修行者来讲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那么它是一个岛 这个岛呢是一颗珠子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世界 它是一个龙珠 这是怎样的一个龙珠呢 这个地球往东西南北 延伸了四个大山脉 那么这个形成了四条巨龙 这个向北到俄罗斯 向东顺着中国大地延伸到日本 向西顺着欧亚大陆 然后延伸到了这个希腊 古希腊这些地方 然后呢这个向南呢 就是顺着这个喜马拉雅山 经过印度 经过马来半岛 然后延伸到了我们这个整个南龙 延伸到新加坡 那南龙接住之地是这个新加坡 吐猪 它把猪子吐出去的地方 所以是大家看到这个新加坡呢 这个是亚洲四小龙 经济特别繁荣 见过没多少年 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 那实际上亚洲四小龙 都跟我们地球的这个龙脉是有关系的 那韩国 日本 这是东龙 那么南龙是新加坡 东南龙呢 是香港 台湾 往这个方向 所以是也是很旺 这个 大家不要活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 这个你们知道那个蚂蚁啊 整天只会爬行 所以它的视野很小 就在它爬行的那个路线上面 能见的东西 能感知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说它比较愚昧 因为眼界不够开阔 这没有什么智慧 所以我们这个人和这些动物不同的地方 我们可以开阔眼界 我们可以坐飞机到天上看这个大地 可以登高山 可以到全世界的不同的地方 去看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建筑 体验不同的生活 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六道里面 人类是最尊贵的一道众生 因为你可以飞 你可以借着飞机飞 你可以看 坐在家里看天下 你可以通过现代的高科技 了解更多的这个宇宙的真相 和生命的真相 所以大家一定要尊贵这个人身 你有个人身 不要做蚂蚁的事情 蚂蚁抗那个馒头渣到处跑 它看到人很害怕 生怕你去把那个面包渣 馒头渣给抢跑了 你们会抢吗 你还不会 笑一笑都不会抢 但是他很害怕 因为那个他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馒头渣 终于找到了一个面包渣 这好不容易得来的东西 得来很费功夫 所以他很珍惜 实际人 人现在有点堕落 不是有点堕落 是很堕落 堕落到什么程度呢 你抱着自己的所得 生怕别人抢你的 赚到钱了 把它抱得紧紧的 怕人家抢你了 拿到一个好吃的东西 拼命地吃 吃到肚子里 怕别人抢跑了 实际上 在更高贵的空间 那些天人 那些 更高贵的生命者 人家往下看 也就跟我们看蚂蚁一样 你觉得很珍贵的东西 实际上 都不过是一场梦 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 怎么知道虚幻 你死的时候带不走 带不走房子 带不走车子 带不走你的家人 只是 你活着的时候 那么你做了个演员 再演一个角色 再扮演一个角色 你可能是父母 你可能是孩子 你可能是一个老板 也可能是一个下属 一个员工 你只不过是在这个人类社会中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是个演戏的 你是个演戏的 你不要把自己觉得 牛哄哄的了不起 你只不过是在一个大舞台上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舞台上 在六道共生空间里的 这个空间里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 虽然我们是在演戏 但是你既然在演 就要把每个角色都演好 但是这场戏 有个终结的时候 就是你死亡的时候 死亡的时候 你再演不成戏了 你会被埋在土里 会化成骨灰 放在骨灰尾里面去 你想想这个时候你还有什么 演戏的时候很威风 躺在坟地里 你还有什么 被装在骨灰尾里 你还有什么 难道人就这么很惨吗 演了一辈子戏就变成了 一堆枯骨 变成了一窥坟吗 你们有没有想过 如果这个样活着 咱们现在全都死了算了 为什么 很痛苦啊 有的人说 师父活着真难受 我说那你为什么活着啊 死了算了 不能死 死不干 为什么不能死 他也不知道 自己想 你既然是演戏的这个躯壳 只不过是一套衣服 你用来演在人间演戏的一套衣服 是穿这个衣服的那个主人呢 他不会死 就是躯壳会冷掉 就像衣服一样 旧了破了 扔掉换一身新衣服 房子旧了 破了 不要了 换一套新房子 大街上跑的汽车 汽车壳不是主人 坐在驾驶员那个位置上 驱动汽车跑的人是主人 所以是在你的驱壳里面 驱动着你的身体 能够东走西奔 会说会唱 会看会跳 的主人 不会死 你即便现在结束了你这个肉身的生命 他依然不会死 所以是 你是不是个人 你是不是个人 以后问你自己 我们经常骂人说 你这个家伙连个人都不是 实际上你们真的是不是人 不是人 为什么知道你不是人 人被埋在土里了 人被烧上灰了 那不是你啊 那驾驶员去哪了 开着人这个驱壳的那个驾驶员 那个真主去哪了 所以你即便现在自己自杀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并不会死 他还要去再换一辆汽车开 他还需要再换一个衣服穿 他需要换一个壳 这是事实 谁告诉我们的事实 释迦牟尼曾经告诉我们 一个人说你不要信他 两个人说你也不要信他 但是千圣所说 就是有一千个圣人 人家成圣了 人家都说同样的事 你再不信你就是什么 顽固不化 老顽固 死顽固 只是相信自己的自以为是 知见利之 世为无名本 你被教育坏了 你学坏了 你从有生之年到现在 学了一堆没用的东西 有用的东西你没学过 你学的东西告诉你 我是个人 我要做个人 我要过人的日子 是不是 是去掌声一下 别一脸死相 难道你们老师让你做畜生 做骑兽啊 没有吧 我不相信学校是这样的 就教你做好人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做好事 对啊 你这个最后的目的 说人家称赞你 张补生是个好人 不会说你张补生是个大坏蛋 你就为了这一个好人这一句话 你自己开始做人 开始装着做人 开始演人的戏 然后最后享受人的享受 你觉得那个很享受 刚才说蚂蚁为了一个馒头渣 他觉得很享受啊 你们为了几百万 为了几千万 为了高楼大厦 为了开好车 你觉得很享受啊 实际上 在这个更大智慧的人眼中 这个只不过像蚂蚁拿到一个馒头渣一样的可笑 所以释迦牟尼最后一气之下出家了 为什么 他有皇宫 有美女 有所有的金身珠宝 还有一个尊贵的位置等着他去干 做皇帝 最后他发现这无非是蛮的 一个蚂蚁拿到一个馒头渣 这太渺小了 这辈子做个国王 太渺小了 拥有这个金银财宝太没有意思了 美女成堆也没意思了 在最后他依然的出家 寻找一个生命的真相 最后他发现 原来人不是人 为什么他说人不是人 他说众生皆具如来得相 皆堪作佛 然后皆因妄想而执着 不能正德 你看他发现了个什么秘密 他发现原来你们这些人呢 都不是人 为什么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是人 因为妄想和执着 你觉得自己是个人 开始设计自己怎么做人 做什么样的人 然后要有多少钱 要有社会地位 要有人家的称赞 一切为了别人 为了别人 为了别人 活着 所以是 释迦牟尼发现 你错了 这是妄想 错乱的 胡思乱想 实际你根本就不是个人 你是什么 你是如来 如来是个什么东西 如来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不来不去 叫如来 那这是什么 这是你原本 你最尊贵的生命的状态 那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叫真我 在你们伊斯兰 你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伊斯兰这个国家 它称为真主 真主长啥样 我有一年很有这个福报 跟伊斯兰的同胞 这个在一块 人家很信任我们 那个在新加坡十大宗教联会 开会 他们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这个 教堂 伊斯兰的教堂 平常人家你不是伊斯兰 不让你去他的教堂 不开放 去了我就很好奇 我想 我很想看看你们真主长啥样 真主在哪呢 他说我们真主在这个 这个店里面 我一看一个布帘遮着 我说我有幸可以拜见一下真主吗 他说这个很容易 我把帘子拉开给你看 拉开以后里面 长啥样呢 长啥样呢 空的 只是一个空空的房间 一个六合小房间 就跟他们的这个天房一样 你们知道 电视上经常看上伊斯兰 信众去去卖家朝圣 朝那个天房 是六合一个空间 一个房子 房子进去 什么都没有 小小的 还不是很大的 耶 真主无相 凡以相求我 以音声求我 释然 行邪道 所以 各民族他们都有圣像 耶稣那边不搞圣像 所以我们只知道有圣母马利亚 有耶稣 但是耶稣的像是吊在十字架上的 他不是像我们放着光坐在殿堂上的 这没有像 只是提醒大家 这个皮壳 这个肉身壳 这个可以挂在十字架上 不要了 我们是拿去埋了 他在那视线 这根本就不是你啊 挂在这就完事了 挂在这 那个里面的有一个你 要去上帝的国 要获得永生 永生的不是这个皮壳 所以可以钉在十字架上 是从这个皮壳里面 要把自己的那个不死身出去 我们佛教开法会经常说 你要这个出去一万个身 一万个我到数不清的佛国里面去 用身供养 像鲜花 像这个梅酒 像食物给诸佛菩萨 是用身去了 不是用意念去了 诶 这叫化身 你有个金刚不死的身 可以化成千万个身 不是千万个意念 身供养 身去了 哇 了得 所以是 那么 这个身 它没有像 没有固定的像 可以化成种种像 所以是 它本身无像 没有任何像 像空气一样 没有像 那个是你真正的你 所以以像求我 以音声求我 世人 什么 行了 邪道了 那你们就又提出个问题 那师父我们佛教 道教 民间 拜拜 我们为什么有那么多像呢 这个 这是我们华人 全传统文化 包括印度 古文化 你到印度庙上面 它那个像还多 满天的神佛 你看它那个庙上面 房子顶什么的 里面到处都是有像的佛 有像的神 但跟我们华人有点相似 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神明数不过来 然后 这个 拜拜的种类啊 有天神 有地神 有众生神 在新加坡还有个庙叫狐狸精庙 人家直接就挂了狐狸精庙 怎么着 人家直接就 你要拜 你要拜 很多人去拜 什么人去拜 女人去拜 女人去拜 勾搭男人 因为那里是亚龙 红灯区 他们这个做妓女的 然后去拜狐狸精 为什么 好勾男人 喜欢他 真做狐狸精 也拜 所以我们华人 拜拜的种类太多了 那对还是不对 对 叫什么 父物显灵 神佛要帮你 他自己是无相的 但是他成道的师父们可以献出千万种身 当以什么身得度之 我就试验什么身来化陷阵来度化你 所以我们就有很多身 这是成道的师父 可以无相里面化出万象来 那么还有这个没有出六道的神明 那比较高级的叫天神 天神这个级别的 那这些都没有出六道 就是还在六道轮回里面 只不过他是欲界天天神 欲界分这个四大天王天 我们四大天王 这个有相 有相 实现着 这是天神 天界神 道立天 道立天主 道立天王 也有神像 那么欲界天 这个上面还有夜谋天 兜率陀天 他画天 他画自在天 那么总共是六种 六个层次的天 当然每一个天那个神都数不过来的 你像四大天王 我们看他的经典里面 这个四大天王有多少布重啊 一个天王都有两万布重 一个天王跟随的天王就有两万布重 两万布重还有小布重 是数不清 那天界这些六亿天的神到底有多少数不清 无数无量 这是天神这个级别的 那么还有地神 地神我们知道山神 这个所有的山都有山神 所以为什么不让大家做采石的工作 采石的这个你有钱你不能去做开采这个石头 把山炸了 挖土 挖矿 这些 为什么你会冒犯它 冒犯它就像人家在你的身上掏了个洞 人家把你的身上的肉都扒走了 就剩骨头 有的这个骨头 有的这个采石把你的骨头都拆不拆不拿走了 因为万物皆有灵 所以是 那么这是什么 山神土地 地神这个层次的 城黄 那么大树也有山 所以是我们看孔雀明王经 大树神 那么水里也有什么 也有神 龙 还有什么龟丞相 是吧 虾兵蟹将 都有神 所以是 那么水有水神 地有地神 那么山月有山月神 这个众生皆有神 连一块岩石 它如果地理位置好 在血肠里面 都可以练出神来 这个就是画形 到万年以上 它就可以画成各种形象去视线了 画成人的形象 画成什么其他 这个有缘众生的这个形象出现 这是山石都可以成神 所以你们知道有一个叫西游记的这一本书 猴子经哪里来的 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真是石头里蹦出来的 对 这个受日月精华 首先凝聚成玉 玉画以后 再画就可以画出有形身来 所以说我们比方说 这个那一年我带着大家去这个金马轮 那山神就视线 山神视线 结果是多大呢 山有多大 他就视线多大 你又看不见 他就可以变小了来看你 他也可以变小的 他也可以跟你的身体合 他的头跟你的头合 他的胸跟你的胸合 他的四肢跟你的四肢合 心肝脾身肺也合一合 那这就是山神 我们人被教育坏了 以为人是人 说是看得见的 我才相信 看不见的我不相信 有人说师父 你说有神 你让他显个像给我看看 你算老几 你牛这么牛 他凭什么 显像给你看 你说你现在想见你马来西亚首相 我不相信有首相 你现在让他立马在我面前显像 然后我就知道有首相了 我就敬这个首相 胆大妄为 身份低微之人 妄想 自以为是 我要 你首相必须来到我跟前 神明 我要看你 你必须跟我来到跟前 你算老几 就像蚂蚁不知道人的 人类社会的事情一样 人 背小了自己 像蚂蚁一样活着 没有了眼界 没有了智慧 枉自尊大 自以为是天地主 自以为这个天下 是自己的天下 有的人来跟我投诉 说师父我家那个蟑螂 动不动就跑 蚂蚁动不动就跑进去了 很讨厌 我就说 不是他们讨厌 是你讨厌 他说师父怎么可以这样说 这蚂蚁蟑螂跑我家 跑我家 我讨厌 得你讨厌 那个地方不属于你的 你爸站的那个地方在那盖了房子 原本那个地方就是蚂蚁的天下 原本那个地方就是蟑螂的天下 原本就是蜘蛛的天下 原本就是蜘蛛的天下 原本是人生活的土地 你人 不经过人家同意 就在那盖了房子 然后爸站那块土地 说这是我的 人家回自己的家 有什么不可 我在新加坡 一个老人家就跟我说 说这一片地啊 往那边就是填海的 填海的 说是这个很惨 我说什么很惨 他说这个海田 背田了以后啊 那些那个小螃蟹 小螃蟹 他们之前那一片海湾 是他们的这个 就是生 出生地 出生地 一到过螃蟹繁殖季啊 那些小螃蟹都回来了 回来在那 母螃蟹在那儿繁殖 繁殖这不是海背田了吗 海背田了 就那螃蟹密密麻麻的 全在那个马路上 那个草地上 然后那个开车压的 全是螃蟹的浆 你开汽车 你有马路 对吧 都在马路上 很惨很惨 一直十几年他们才不来了 才没有这个现象 说是这个地球上 有一个生命族群是特别 令人讨厌的 这就是今天的人类 今天的人类 你们自以为是霸占土地 霸占河滩 霸占海洋 然后填海为地 圈地运动 这一片土地是我的 那一片土地 怎么地的 白人当时在美国 印第安人生活的区域里面 他们就是圈地 因为那个时候土地没有国有 也没有私有 200年前 他们开始搞工业革命 需要大量的圈地建工厂 那原本是人家印第安民主 生活的这个区域 所以是人家生活了 从古到现在几千年 从来没有说 这块土地是我家的 这块土地是我爷爷的 这块土地是谁的 那么 所以是白人去了以后 就拿起铁丝网 告诉印第安人 不允许再进来这片土地 这是我的土地 所以印第安人就不服 为什么 这明明是我们祖先在这生活的土地 从来也没有私有话说 这是谁的土地 你们来了 拿着枪炮 就说这是你们的土地 所以是他们就用长矛 用各种武器 对付这些有枪炮的人 结果他们大量的杀入 就像你们杀死蚂蚁 杀死蟑螂 杀死蜘蛛 杀死小螃蟹一样 大量的杀戮 用屠杀来恐怖 让他们成佛 人类血腥的资本史 工业史 这是事实 今天的人类 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了 反思一下我们是到底蟑螂讨厌我们 还是我们讨厌蟑螂啊 庄子做梦 梦见了蝴蝶 醒了以后他就 庄周梦蝶嘛 有这么一个典故啊 他就问自己 到底是我梦见了蝴蝶 还是蝴蝶梦见了我 到底我是庄周 还是蝴蝶是庄周 蝴蝶是庄子呢 我是蝴蝶呢 还是这个 你们觉得他精神病是吧 对 颠倒了 颠倒了 很颠倒 哦 为什么 你不是蝴蝶 你应该有智慧 你不能够像蚂蝶那样 得一点点东西 就沾沾自弃 你应该回去做回自己本来 你们本来是什么呢 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本来是什么 刚才师父说你不是人 人是六道种性 是六道轮回的种性 所以是 没什么好的 你是再富有的人 再有社会地位的人 你还是个人 还是六道轮回的一个种性 还没有真正究竟圆满的成功 出离六道 这没什么了不起的 说是你们是被教育坏了的一批人 因为这个世界需要很多的奴隶 谁需要奴隶啊 钱 做钱的奴隶 钱是什么工具啊 是魔鬼使用的工具 因为你要拥有很多钱 所以魔鬼就用这个 把你们变成了魔子魔孙 整个现在人类的社会教育 可以说就是魔鬼的教育 教给你如何的贪婪 无厌阻 贪得无厌 贪贪 贪财 贪色 贪明 贪利 然后贪而不得去称恨 称恨别人得到的 那些有贪 那些有智慧 福报比你足的人 去称恨 去嫉妒 神之用枪炮去对付人家 用战争去灭绝 用战争去灭绝人家 去称恨 然后培养你们鱼翅 为什么 反复的强调 你是个人 你要做个好人 你应该做人 你应该享受人的生活 你不应该不是人 于是大家伙就很喜欢做人 觉得做人的感觉很好 鱼翅 为什么 你做人之后呢 你再培养人的种子 你下一辈子还是个人 你培养人种培养的不好 下一辈子做畜生 就去还债 做牛做马 去还人家的债 再欠债多了咋办呢 去坐牢 地狱里面去坐牢 下到地府里面去坐牢 去偿还人家的命 偿还人家的钱 偿还人家的情 这就是地狱众生 所以人 你做人的选择 就是在六道里 不肯出离的一个选择 这是愚痴 就是没有智慧了 愚昧啊 那你是不是人呢 你不是人 刚才师父说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做什么人啊 所以是 还有怀疑 怀疑什么 怀疑所有圣贤所说的 我们不是人 怀疑师父所说 师父说我们不是人 我们明明是人 为什么不是人 也去怀疑 怀疑所有的真理 怀疑这个房子 原本就是我花钱买的 为什么不是我的 不是你的 那块土地不是你的 是属于大自然的 是属于众生的 八一在那过了 可能几千年 几万年 就像印第安人 人家在那过了 祖祖辈辈 你白人去了 就说抢人家的土地 圈起来 从现在开始属于我的 所以是现在 他们说爷爷 太爷爷留下的财产 就是回到根上 原本就是抢的别人的东西 人类就抢了所有众生的东西 画地 这是我的 这是我的土地 这是我的山林 我说了算 这是我的家 我说了算 所以 这是人类最丑陋的一面 因为你怀疑 怀疑六道轮回之说 不认可这个学说 还有呢 我慢 自己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早上起来都对着镜子化妆 为什么 觉得自己很美嘛 我是天下第一大美女 我是第一帅哥 就我慢 觉得我最有本事 我最能耐 我最厉害 我最漂亮 我最有资格 这是我慢 这个地球上我说了算 这公司我说了算 这个国家我说了算 我慢 贪嗔痴义慢 地狱无条根 连你下一生做人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人不是人 你是个六道轮回的种性 你这一辈子你不搞清楚这件事情 白来了 下辈子还得再来研究研究这个东西 体验体验这个六道的苦 那可能是个蚂蚁身 也可能是一棵树 也可能变成了一块岩石 并不是你真正的 永远的还可以做人 所以是大家要记住你不是人 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拜神呢 为什么要拜神呢 因为你是神 因为你是神 你不是人 你不是人 你是神 同一种类 同气相投 所以你才拜神 怎么知道你是神呢 你死了以后你不死 气壳埋了 火化了 你又不死 人会死的 那神不会死的 所以你的神不死 那你不是神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古代圣贤教育 不单让我们认识这个 我们依报世界 你依托的这个世界 你生存的这个世界 无非是一个 你要依托它活着的这么一个空间 这么一个物理世界而已 所以说古人让我们认识这个 我们的依报世界 它是物理的 它是有像的 那么这个物理的 有像的世界 什么东西住在这里呢 你如果是人在住在这里 你就一定会享受六道轮回的 如果你要知道你是神住在这里 这就变成神的国度 神生活的土地 所以在中国古代 为了提醒子孙后代 祖先们把自己生活的土地称为神州大地 什么叫神州大地 就是全是神仙居住的大陆 神仙居住的地方叫神州大地 今天这神都跑哪里去了 神依然在 但是被你们自己的心累掉了 你们自己的主观意识先 认为自己不是神 自己是人 然后神不起来了 所以庄子说解心使神 你把你那个心意识认为你是人的这个意识打破它 让你的神释放出来 掌声一下 释放出来 释放出来有什么好处 很神气啊 你们现在很神气 再来一次掌声 很神气啊 真的很神气 人神气起来就不管 什么都不管了 有钱没钱不管了 房子破跟不破不管了 逍遥游嘛 对不对 逍遥遥遥的过日子 有钱也可以过 没钱是吧 也可以过 神仙嘛 不需要那么多东西了 你是神仙 什么东西随心所欲的 要拿多少拿啊 因为你是神了 这个宇宙是你的 你大了 天大地大 人一大 天地都是你的 你随便去拿 谁去拿 不是人 去弄了一个纸 做了个地器 做了个房器 那是人 太小了 对不对 你要是神 哇 这马来西亚的 这一大片土地都是你的 你是神 你是神 你可以去神游嘛 对不对 你现在想想 你在马来西亚上空飞 哪个法律禁止你 也不让你飞了 哪一块说 这不是你的家 这不是你的土地 这不是你的天空 你不可以在这飞了 没人管你 是吧 把自己的心 放掉 我家里的房子不够好 我的这个土地不够大 我的这个什么什么都不够好 对 放掉 这是人 不做人 做神 做神 大了 这个整个天空是你的 这个大地 任你游啊 你开着车使劲跑啊 从南跑到北 从东跑到西 都是你的 多神气啊 神才飞扬 自己我心愉悦 这个神欢喜了吗 你不在乎物质的东西 不以乌喜 不以己悲啊 你不要说今天没吃到好吃的 饿不饿 饿了 饿了树叶子也是可以冲击的 擂一把树叶子吃一吃 何况你们马来西亚这个国土特别的富饶 为什么 野地里到处是香蕉 到处是木瓜 到处是什么果 随便摘一个也饱了吗 对不对 人猴子不就这么过的吗 猴子没有 不打工 人家不是也过的 也没饿死啊 不单猴子没饿死 百灵鸟也没饿死啊 可小草也没饿死啊 天底下哪有饿死的东西 只有丑死的人 掌声一下 都是你们找病 找死 你们仇死了 犯仇仇死了 所以大家说 为什么要拜神呢 现在明白了吗 为什么 因为你是神 你要拜 使自己神起来 掌声一下 不要不拜神 因为你跟人处久了 人以群分 物以类去 你跟好人处久了 你都不想做坏人了 你跟这个坏人处久了 你都不想做好人了 你跟人处久了 你都不想做神了 现在明白了吗 说一说 你们如果要跟神处久了 那你就不想做人了 就想做什么 神了 掌声一下嘛 这个道理先搞清楚 他该不该拜神 这个拜神有什么好处 好处大大的有 因为你不是人 所以说你经常跟神同游 对吧 跟天神同游 可以去这个六异天走走 可以去这个色界十八重天走走 可以去无色界天走走 去神仙世界里去看看 说我们前不久 举办了一个神仙之旅 金马轮 大家在山上都不想下山了 为什么 仙云缭绕 然后大山上云雾 竟让得起来 空气也清新 然后最妙的是 很多人还不吃不喝 掌声一下 壁鼓 壁鼓 不吃人家烟火了 你看 不吃人家烟火 还可以活着 这多妙 那你要钱干啥 掌声一下吧 你不吃饭了 你要钱干嘛 对不对 那你要那个豪宅干嘛 你吉隆坡的豪宅 还不如山上的 那么一个小旅馆一张床 一躺下就睡着了 对吧 空气又清新鲜 你这个吉隆坡也好 你哪个城市里 有一大套豪宅 有什么意思 人间这个臭烘烘 臭气熏天 从山上下来 人间就是臭烘烘的 到处这臭那臭 都是臭烘烘的 山上才清新 为什么 着重者下降 轻轻者上升 海拔超过一千五百米以上的高山 对吧 全是轻轻的 新鲜的天气 不是地之灼气 你在那个地方 你想生病的不太容易 这个有人说 那师父那金马轮 活在上面的人 就不生病了 生病 为什么生病 因为他们没活在那个世界里面 他们心活在马内上面 掌声一下 你心没有活在神仙世界里面 你活在马内里面 天天把那个菜为了长的这个快一点 给它农药 对不对 那你给菜喂毒 那你不是心里也有毒 我在金马轮的时候 有个朋友说 师父下次来给你金马轮的蔬菜吃 我说在山上天天不吃你们金马轮的蔬菜 还不一样的 那是卖给城市人吃的 我们吃的不一样的 我说你们吃的是什么 我们不用化肥 不用农药的 你看现在以前是士奴工商兵 这个除了这个大学问的这些官载士士大夫 就是读书人这个阶层 剩下最尊贵的就是农民 士奴工商兵 当兵是最末等的 商人是很可怕的 奸商 把这个农民生产的东西拿去卖 把工人生产的东西拿去卖 所以士奴工商兵 古代的排序是这样 现在把商排到第一位 连什么首相什么的也得想钱 也得做商人 这不是都不做士大夫 士大夫的话那就不能够讲钱 那就是一个清高 就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完美 精神的一种境界让人去尊贵 那叫士大夫 不为五斗米射妖 那个叫精神 那个叫崇高 那个叫天清地宁 那代表天子 代表天 他是清清的对吧 没有这个拙的 这个兵是干什么 兵是靠杀人活命的 他当兵要杀人赚工资 这个兵是最劣等的 要靠杀生为业的 那么兵之上就是商人 倒买倒卖 一个东西工厂生存一块钱 到顾客手里一百块 为什么 倒了很多次 商人倒来倒去 倒来倒去 从中磨砺 让大家用不成那个药 用不成那个东西 因为太贵了 所以是商 农民是最可爱的 因为他给我们 从地里产庄下吃 人没有五股杂粮 你不能生活 所以他是最可爱的 但是现在的农民 心里都有毒了 对不对 为了产量用化肥 用了产量打农药 吃的人就中毒 中毒的 什么cancer 癌症 对吧 各种各样的一难病 人类就是在这么同胞 就是养鱼养虾的用毒 急速 长得快 农民用毒 对吧 这个工业用材料 不管有没有毒 只要便宜的材料 像那么回事 用 你还是让人中毒 所以是 为什么 贪嗔痴疑慢 五毒在人间 任何一个地方 任何一个行业 在流毒着 流毒着 神仙世界 不是这样的世界 神仙世界 是利他的世界 是超越物质的世界 这是 让大家去拜神 是超越 超越物对你的束缚 超越钱 对你的束缚 做那个清清者 上升者 上扬者 能够跨赫飞天者 这就是神明 这就是神仙 这就是神器 所以这个人神器 十足 对 人家有一种清高 然后见到他 就有一种 自己都向上的精神 因为他在天上 他是清清者 他是不着重的 不会被物所累的人 不会被钱财收买的人 所以人要活出那个精气神 这个神来 你活出神来 你才有神才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不是人 觉得自己不是人 那就掌声一下 不是人 是骂人的话 但是我们真的不是人 我们是神 咱们知道我们是神 因为我们这个身体 是一个动天腐地 什么叫动天腐地 你这个颅脑腔 如果进去颅脑腔 是不是个空的 有人说 不空 不空 我拿个锤子 你砸开看 里面就是空的 脑盒下面 没多少东西 心肝脾肾肺 都是空的 里面就叫动天腐地 对不对 骨髓里面是空的 细胞核 细胞里面是空的 所以里面是一洞天 有个洞主 这个 这个洞天 洞地 这个七十二伏地 是山洞 山洞 三十六洞天 是空洞 所以你身体里面 颅脑腔是空的 下腹腔是空的 懂了 懂了的掌声一下 记住 这个叫空洞 空洞 空洞里面 人家叫桃花岛岛主 你厉害 你叫洞主 你是什么洞主 三十六天的洞主 七十二伏地的洞主 你是洞主 洞里面有个主人 主人 住在一个地方 叫真人虚 知道是哪儿吗 真人虚 你是个真正的人 你是你生命的主宰者 你是一个真主 那个地方 叫真人虚 是你家 在哪里 要知道的大声说 又不害羞 在哪里 掌声一下 这个位置在哪儿呢 在你的身体的头颅 往下 会阴连线的中央中 就是你拿尺子量 它刚好是身体的正中 上下的正中 然后呢 前后的正中 你的这个是个空腔啊 你这个身体是个空腔 前后的正中 左右的正中 所以这个地方 古人叫黄庭 又叫黄中通理 那么在密教里面 它叫中道 叫心中心 叫中道 中道是什么 你必须回到这个地方 所以古人叫中也者 天下者大本也 这是指着你那天地 你身体的颅脑将为天 这个下午将为地 所以在天下 这个有个真正的主人所在的地方 那空不空里面 有个地方叫黄庭 庭是个空的庭院 黄是中央 是不是 那么至中和 这个中是天下这大本 就是你的生命是从这儿生出去的 父母生你 最开始你生你的地方是这个中空一点 然后第一个卵细胞在这分裂 成这个两个卵细胞 两个分成四个 四个分成八个 八八六十四个 这样分分分有了你今天的头 今天的手 今天的身体 所以说这个是你的生命发源地 也是你的生死源头 也叫根 生根故底之根 树之根在这儿 没有根就没有树干 没有树干就没有树枝树叶 树就没有了生命 所以这是你的根所在的地方 这里是空的 住着一个真人 叫真人虚 虚就是计时的意思 敢虚 虚长 就是空的一个地方 叫真人虚 又是你的灵山 是不是 你是真人 不是这个肉壳 身这个我 那个里面有一个不死的坛城 里面是空的 就像是一个大月亮一样 中空 月亮里面有一个莲花 莲花上面有一个宫殿 宫殿里面 你自己是一个小小小小小的小人 你现在有多大 你们觉得你们的身体现在就是你们自己 不是 这个发面馒头发大了 所以是要死了 要干枯了 你们知道那个发馒头 弄了一点面粉 加了点发酵粉 呜呜呜呜呜 长好大 对不对 哎 这个发发大了以后 还是多少面粉啊 还是原来那点面粉啊 对 你现在是 发面馒头发起来了 啊 为什么发起来了 没有hold的住 像蘑菇一下子一个点不 长好大 发了 发了很快就干枯了 发太快了 发面馒头 那个面发大了 发大了也就不发了 又得逮了 对吧 又回去变成一个小驼头 发大了 不是发达了 是发大了 大发了 大发生这个身体 所以你开始什么 变得衰老 你要回 这个 这个返本还原 回去自己的根 万物云云复归其根 还回到原来未发前 喜怒哀乐之未发 未发前未至终 就是你那个小名点 发而皆重解 就是你要吃馒头 要三个就蒸 弄三个馒头出息 你不要弄了所有的都变成馒头了 那面粉没了 面团没了 面团没了 你再吃包子饺子 没面了 你都成馒头 蒸成馒头 蒸熟了 他就不能回去包包子 包饺子 所以喜怒哀乐之 未发未至终 发而皆重解 需要多少 弄多少 剩的还保持原来的未发的状态 回归根本 回归本源 所以你们父母刚怀孕 母亲刚怀孕的时候 你是多大 蓝细胞大家知道肉眼看不到 就是个小明点嘛 对不对 小明点 是不是 那是头发刷的百万分之一 那么小 一个光子嘛 那请问 你现在长了五十年六十年 有的人七八十岁了 你现在多大 你现在多大 现在多大 哦 这么大了 你看我长一米七 然后一百八十公斤 一百八十斤也够呛了 别说公斤 九十公斤已经是很厉害了 哦 这就是我 不是 不是 这个发发了 发了 膨胀了 你还是那个什么 点 你还是那个点 所以你根本 因为它不生不灭 不增什么 不减 不够什么 不净 所以你还是那个点 那个点叫什么 那个点叫什么 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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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的灵 是原本的本灵 是生命之原法点 那个叫灵光的灵 灵魂的灵 那神是什么玩意儿 神是灵产生作用 叫神 他在眼睛能看 他就是眼神 他在耳朵能听 他就是耳神 在舌能长 他就是舌神 在手能动 他就是守神 他可以在体内一刻 出去神游 你的灵 近虚空变法界 跟它长得一模一样的 都是灵光点 组合的法界光明体啊 是 它可以神游到无几处 天边 海边 海底 高山 虚空 他无处不可以达到 说这是你的神 是灵之作用 叫神 这个神 无所不能 无所 不到 入火 不焚 入水 不腻 所以叫神通万里 万里外的事情 你也知道 只要 只要你安置于自己的 如如不动心 的心中心 变成那个明点 去掉身的之见 去掉自己知识的之见 去掉之见我 去掉身见我 你回到那个本灵上去的话 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 这就是神 掌声一下 你们怎么越听越咳睡 那叫什么神啊 听师父这堂课要 越听越精神 那看眼珠子瞪起来 那有眼神 对不对 耳朵正起来 那有耳神 怎么可能打咳睡 那还有个打咳睡的 把他弄起来 捅他一下 身后 你身后有个打咳睡的 把他叫起来 真的把他叫起来 不让他咳睡 大家要知道 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精彩 什么原因 师神咯 师神咯 我们叫师神落魄了 丢魂落魄了 师神咯 你就不神奇了 师神咯 你就变成了 人 这是古人 在教育中 他把人分为几种 最高的叫尾气神人 什么叫尾气神人 就是你这个光 要产生作用的时候 需要有气 需要有一口活气 有了这个活气 这个灵才能神 神得一以灵 得的是什么 得的这个活气 这个活气是 哪里来的 是这个灵生出来的一点真气 叫元气 神明神不神 灵不灵 就看他有没有这一点元气 有元气的神 就是神灵 就是神明 没有元气的 就不是什么神明 人有元经元气 元神有三宝 天有三宝 日月星 人有三宝 精气神 人活着靠的那一口气 这口气不活 你就是个死人 这口气活 你就活泼泼 你就是像小鸟一样整天的飞 对吧 像小鱼一样蹦蹦跳跳的 在水面上跳 因为你有这口活气 老了老了 变成个死鱼 沉在水里不动的 变成一个大鸟不飞 就说老了老了老了 飞不动了 没有活气 所以人活的是一口气 佛争一炷香 佛争一炷香 不是争 是争 你不要说他去争人家 把别的佛的香拿过来 插在自己这儿 不是 他叫正 正啊 正前的正 佛正一炷香 是因为他能帮你解决问题 所以你甘心情愿的给他一炷香 那是他正来的 掌声一下 掌声一下 这个佛好不好使啊 好使 好使你非得要是给他上香 天天上香 这就是贡香 贡香 因为他好使 好使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拜神呢 是必须要拜的 因为你是神 你要跟神人打交道 所以我们叫尾气大神人 这是最高境界 释迦牟尼是尾气大神人 太上老君是尾气大神人 三清圣祖 斗姆兴君 也是一气化成 是原始天尊一气化成 斗姆兴君又化成北斗九黄 这是我们现在马上要遇到你们这个 槟城的九黄斋 对吧 九黄代 这个九黄慧 对 这个一个特殊的时空 你知道 这个北斗九黄也不是人生的 不是人修炼成的 是斗姆一气化九黄 斗姆哪里来的是原始天尊一气 一股阴气化成 体内有阴阳神 阴阳气化成的 所以都是一气流转 都是一气流转 三清圣祖是先天神 哪里来的 太上一气化三清 不是人修炼的 不是人修炼的 这种叫先天神 先天大道神君 他都属于归属先天 都是最高级别的尊神 尊神 那么后来有人修成的 巴仙是人修成了 观音是人修成了 释迦牟尼是人修成了 然后这个全真妻子是人修成了 那么据我们这个神仙谱系 从古到今成就了十万众神仙 都是成就大罗金仙这个层次的 不生不灭这个层次的 就是中华大帝出了十万多个神仙 不死的神仙 金仙 大罗金仙不入六道轮回了 不是只是张不端 张三丰 这么几位师父 是很多许晋阳 巴宅而生鸡犬飞天 这都是真实的史迹 历史故事 只是我们现在的人被教育坏了 我是人 我要做人 我要做小蚂蚁 去扛这个东西满地跑 抱着个钱满地跑 哪里有钱哪里找 不是 堕落 丢失了自己的尊贵 你这个躯壳长着人的样子 里面开着辆车的是神灵 是神明 很尊贵 是先天大道神 在道家称为太上老君 在佛门叫大日如来 你就是大日如来 你就是太上老君 你就是尸婆 你就是上帝 因为只有他们的种 才能创造 所以是要搞清楚 所以我们不是人 只不过这个需要我们和人打交道 我们找了一个人的壳 把自己装进去了 嫁入这个人的壳 来到了人世界 仅此而已 你要搞清楚 所以你根本就不是 你好像你开宝马 你是宝马 你不是 你开你们的普腾 不叫折腾 叫普腾是吧 那个叫普腾 普腾车 你不是普腾 你是你 你换个宝马也是你 换个马赛地也是你 对吧 你不要折腾 那个叫普腾吧 你折腾啥呢 你要认识里面那个你是你就行了 对吧 折腾来折腾去 一会换这个 一会换那个 主人没换 主人不死 主人永恒 主人是佛 掌声一下 你自己是佛 OK 你是佛你需要保镖不啊 哦 你看你是总统的话 你是首相 是不是要有保镖 要有阵仗 对吧 这个总统的车队 首相车队一跑 那要有阵仗 来请车 呜呜呜呜的 阵仗 你需要阵仗 阵仗哪来的 阵仗哪来的 你的请保镖吗 不是 哦 你请保镖不得给人发工资吗 发吧 对吧 财政部发呢 也是 你是首相呢 有这个尊贵 那必须领工资的 好了 你的随从哪里来 你的阵仗哪里来 人凭什么来保护你啊 凭什么啊 哦 你的给发工资 那神界的工资怎么去体现 它需要能量 不需要你的马币 不需要你的美金 需要能量 能量才能转换成物质 它需要的东西 它家里并不需要美金 它现在这个全球饥荒 它需要大米 你得给它大米 你给它大米 它就能养家 你给它美金买不到大米 照样不能养家 饥荒年的话 黄金都不好使了 因为没人卖粮食 卖粮食意味着全家死亡 弄一堆黄金绷着 家人没粮食吃 你多少黄金买不了 要黄粮食死 所以是粮食最珍贵 哦 这个天粮 神粮 神仙 神明 需要的粮食 是能量 只能量 只能互换 把它要转成energy 转成能量 才能换成其他的东西 就像你们手里有马币 你就能买其他的东西 对 它需要能量 所以你要怎么样 供养神明 你要给它上供 你要给它鲜花 给它鲜花 给它鲜花有气 好 你花钱买的鲜花 野地里采的鲜花 供它 供它它有生气 生气就是那个 生命的 蓄生命的 液化气 你的鲜花 如果没有液化气 你点不着火 做不成饭 啥都不能做 所以 法界所有的神明 需要的叫气 活气 活气 所以你给它新鲜的水果 不可以给它腐烂的水果 你要给它新鲜的食物 不能给发霉的食物 然后你要供水 供火 供金木水火土 你要供香 香是土做的 所以是这个香气它需要 它属金 气属金 所以是佛正一柱香 他要这口气属于金木 属于火土的金 香里面又有木 还有你们用这个檀香 檀木 各种木头做的香 里面有木 那么水 你要供水 蜡烛你要供火 把香点着也要火 所以是金木 所以我们这个气世界 成就所有东西的元素 神明需要这个东西 需要什么 金木水火土五行气 你要化气 你要化气给它 供养它 供养它 得到气 就像 就像盖斯波里灌满了液化气 你的火就永恒 生命就永恒 所以是神明 神明 争一柱香 不是去争人家的 是争 他要靠怎么去争 当保镖 掌声 掌声一下 天神地神 万物神 他要靠做保镖 去转 这口气 人家愿意供他 是因为这个人 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会来保护他 这是他们的神职 他们的职务 他是神兵神将 他的职务就是保护人的 所以是这个 在天上 神都要被封 正神都要被封 否得正神 你看正神加了个正字 这是玉皇大天尊封的 玉皇大天尊他封什么神呢 天神地神 众生万物神 都是玉皇 测封的 这就像你们的警察部队 他有一个严格的 官衔制度 他到底是警察局长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所长 他是警司 他是警都 这个职务是什么 都是封的 对 在神明世界 都要测封 根据什么测封 所以一个班长升为排长 排长最后当了将军 那是军功 对 他护持众生 有功 被封神 被提升自己的神职 提升自己的官职 他的权力就大 权力大 他领的薪水就多 就跟人一样 领的薪水多 他就可以提升自己的借位啊 从地神提到天神 从天神 最后成大罗金仙 他一层层的生啊 一层层生 人都往高处走 神更往高处走啊 所以说 这些神要来保护谁 要来保护谁 保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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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长那个胸样 还没神漂亮 人家保护你 保护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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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真人啊 保护你自己 体内那个不死的真人啊 你是真人啊 讲着讲着 又把自己丢了 你是真主啊 所以的神明是 来保护你里面的 那个真主的 让那个真主尽快的 自觉觉醒出来 回去做自己的佛 掌声一下 这个都不懂 你们拜神拜对了没有啊 一脸苦相 掌声一下 都没有拜对嘛 求你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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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求 你见警察你用求吗 不用 然后 打电话吗 对不对 call警局 你们是999啊 中国啊 中国是110啊 对吧 你们打999啊 他就来了 他必须来 不来读纸啊 现在懂了吧 掌声一下 但是你得敬人家 你要信人家 你要敬人家 你信人家 他就好使啊 现在有坏蛋要来杀我 我不信警察 救我 你会call警察吗 你不会call的吗 对不对 因为你不相信 警察会保护你啊 你不相信 你一call他就到啊 这中间信为功德母 法界功德母 一切从信开始 你要相信土地神 他是福德正人 他可以给你运财来 五方土地 五方龙神 对 他给你运财来 你信不信 信 掌声一下 好 供 给他发心水 要不要发心水 不发心水 他不给你来干活 供 心水是什么 灯 记住了 油灯 对吧 蜡烛也行 然后这是火 给他水喝 净水 干净的水 一杯净水 或者五杯水 是吧 水火积极 有气了 有气了 再来点水果 点心 鲜花 对 他就要这个 然后早晚上炷香 然后金木水火土供着 是吧 供着 那你需要财 他就给你去搬去了 对不对 你需要见贵人 他就给你去找去了 神通万里啊 你人这是几个人啊 他可以去找你的列祖列宗啊 为什么 你的列祖列宗在唐朝 可能出了个宰相啊 对不对 他现在还活在那个时空里 他的DNA还在这个地球上 他通过这个去找你的祖先帮忙啊 找你祖先帮忙 那你祖先在唐朝认识个人 现在可能在你马来西亚当部长了呀 对不对 他的神 永远是那个神石 不是换了名字 换了个躯壳 换了个朝代 就不认得了 不是 他是灵跟灵的交往 神跟神的交往 所以你要求神是求这样的神 不是自己去糊烂的 行贿受贿 我拿一根香蕉给护法神 你要保护我啊 不保护我啊 上天您告你的状 你这要恐吓 你就跟恐吓警察一样 人家这个 然后来了 你说你得保护我啊 你不保护我 我去投诉你 你看多么恶劣 那警察甩鼻子就走 如果是我 我甩鼻子就走 甩脸就走 我才不理你啊 你倒霉吧你 对不对 被人家偷 被人家抢 你倒霉吧 我生气了嘛 我也是神 我也是人 我也有脾气 你弄着我生气 我凭什么要帮你 掌声一下 你们不要去恐吓神 你要保护我 你不保佑我 怎么递你啊 你看你在恐吓 你是黑社会 你算老几人 精神保护你 有个态度 敬人家 敬鬼神 敬鬼神 敬鬼神而远之 不要搞迷信 为什么叫搞迷信啊 对吧 这个你天天找警察 说为了警察能帮你 天天请他吃饭 天天去卡拉OK 天天的 这是为了 为了他将来能帮你 这是行贿受贿嘛 行贿受贿 你有一天 你有一天这个警察休假了 你call警察 他不来啊 对不对 你这个迷信这个警察 你又没有知道是整个警察部队 整个神明部队是大护法 他们可以忽悠你啊 对不对 所以是远之 不要太近 不要什么 行贿受贿 所以是要普供养 普供养是什么 供整个神明世界的神 不是供一个神 所有的正神 天神 地神 山月神 植物神 雷电神 各种神明你都要什么 静 但是要远之 不要天天人不作为 想靠神明 重彩票 像你们中间 天天弄个神 拜呀拜呀拜呀 想拜出个万字票来 一辈子就不用干活 就吃喝 这样的神叫邪神 这个人心一邪 邪神随之 心一正 正神随之 邪神一随 成就你的恶 正神随之 成就你的善 善恶到头 终有报 所以是不求邪神 你老是行贿受贿一个神 希望他帮你种彩票 没这回事 那么都是什么 都是山精鬼怪要你的命 让你种了彩票 去奢侈腐败 把自己的阳气消耗掉 他拿走 只有这样的才会 你败就灵 败观音绝对不会让你种彩票 败观音可能 败完了还遇上倒霉事了 为什么 让你回头是爱 不要再做人 遇上倒霉事了 知道不再做人了 观音菩萨来救你了 不要接下去 你往前走的太快是悬崖 掉下去了 所以我们说到华人为什么喜欢拜神呢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神 我们的根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叫神州大地 从古到今 圣贤们教育 真正负责任的祖先教育我们 是告诉我们不是人 我们是神 这种神不是在空里飘的 是神人 所以叫尾弃神人 神必须是个人 但是不是你们现在这种人 现在的人是被教育坏了的魔鬼 你们追求着 贪婪着 称恨着 嫉妒着 怨恨着 心里都是毒活着 你就是魔鬼 是被教育坏了 我们是在人前面加了一个神字 叫神人 叫神人 所以我们最终 我们是尾弃神人 昨天我去帮人家调音宅 调音宅 你在外面怎么调啊 你去坟地 又这摆 又那摆 你怎么调 你要去坟地里面去 难道挖个洞我下去吗 下去你们把口封了 我也做古人了 也不用上来了 你们这么坏的人 谁敢给你们去下坟里面去调风水啊 调风水在房子里调 一定要进到房子里嘛 你调音宅风水你得进去坟墓里面 你的肉身怎么去啊 所以你必须不是肉身 你是什么 你是气可不可以进去啊 你是气就可以进去了 对不对 那个气叫真气 它是暗物质气 它可以穿越物质的坟进去里面 气进去以后再画个人出来 你不就进去了吗 那个就叫神人 掌声一下 你们 你们的入山 入地 入什么洞穴 入 是他入 是你 耶稣当年为了帮入无花果 那个干枯的无花果树 快死了 他救活那个无花果树 所以耶稣就进去了那个树里面 让那个树复活了 耶稣怎么进去的 耶稣进到无花果树里面 视线的是什么像 是什么像 是人像 树里面长了个人 又刀了个人 是吧 树怎么样才能复活 它不能没有水 不能没有什么 气 所以耶稣化成神气 进去变成了那个树的生命气 然后有了生命气 这个树叶子吸收了阳光 把地下的水就拔上去了 水跟这个地火 还有地下的水 融入了树里面去 树就鲜活了 他只不过做了一个发酵粉的引子 进去引动了这个 所以你们知道一个房子 如果长久不住人 它就变成发霉的屋子 这个房子很快就烂了 就倒塌了 但是住着人他就不会 有生气 人是天地人三才之宝 神人更是天地人三才之宝的宝中宝 因为他可以把天气引动下来 他可以把地气拉升上去 使天地在物里面得以交 我们面前的佛像要开光 怎么才能真正开光成功啊 他需要生气 他需要生气 他是个铜 他是个石头 他是个木头 怎么样才能有生气呢 需要有个人 神人进去他的那个心中心 把他的天门打开 把他的地户打开 把天气拉进去 把地气拉上来 天地一放光 光充满了这尊佛像 从此他的天门敞 这就开光了 拿水洒一洒 这就开光了 你自己都不懂得自己化成大神人 化成尾气神人 入体 没有你自己 你就是那个光 你就是那个气 入到他的心中心 如何把此佛像开光 如何请佛在高位空间分一点灵的灵光入体啊 因为他是死的 他不能入体啊 对不对 他必须是活的才能入体啊 所以这里面所有的一切记住 都是那口气 你要化成先天气 你就是先天大神 你就是铁罗汉 不死的罗汉 你就是不死的菩萨 我们拜佛 拜菩萨 拜佛 拜先天大神斗姆 三清 太上 拜这些已经成就的诸佛 释迦牟尼 要师佛 观音 这个大罗汉 都是人成就的 是要向人家学习 我们要成圣做祖 成就的成 圣贤的成 圣做 这种修道味上的祖先 祖师爷 就成圣做祖 那你就要找师父去修道去 修出一个身中身的那个不死的真人 师父带你去你的真人虚里面 去把自己的那个真人解脱出来 释放出来 解心使神 让这个大神出来 出来你就什么 你就成就了 因为那是原本的你 做回了你原本的你 掌声一下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拜神终极的目的 是你要成大神人 成为其神人 你需要保镖 你需要地神来拥护 天神来保镖 然后众生神来拥护你 走到哪里大树神护着你 雷神风神雨神听令于你 我昨天去给人调音宅 这个到处下雨 我到了那个地方呢 没下雨 好了 下雨了 起风了 大家都担心我们被雨林 都准备着散 我说不要管 那个雨会画一个键 在山下下 上不来 他们就很稀奇 师父你怎么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但是护卫都来了 因为我天天供天龙八部 供地神 供风神雨神 雷神电神 人家怎么样 人家敬着我 掌声一下 你们不拜神啊 我拜啊 我天天给他 我们这个基隆坡有天龙八部神殿 对吧 新加坡专门我们那个 买的房子 一大间房子供的天龙八部神殿 你们供几尊啊 供几尊啊 对不对 我们在金马轮修道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个周围 我说姐姐了啊 你们好好练功 不信啊 他们有的人也不信啊 结果是收完功 我说赶紧啊 准备要走了 要雨来了 他们还在那 还在开心 结果等一下 姐姐破了 云 因为我们收了吗 收了姐姐了 那些护法 人家就开始要执行下雨的任务 打雷的任务 那个云 就往我们修炼的山谷涌去 瞬间打雨 啪下来了 那都是师父说在前 又不是说在后 对不对 那凭神吧 凭神吧 拜神啊 敬神啊 敬神啊 这是华人走到全世界 老华人啦 不是现在的年轻人啦 都懂得拜神 他们福建人 为什么到全世界都能立足 人家把家乡的 那些老辈子供的神 请上船 弄个像 分一个山 请上船 带着飘洋过海 把他们的土地神 大宝宫 这个你们这也叫 拿独宫 那还有这个 当地的这些 这个二爷那个什么 都带着 然后到那个地方 他再把他们供起来 说是神明什么 忽悠 不但我们这个 天地众神之神明 拥护于你 这个包括我们的祖先 他们过世了 他们都有一个神在人世间 这个叫守施鬼 这叫鬼神 鬼仙儿 我们有鬼仙儿 有动物仙儿 有天仙地仙 这个还有大罗金仙 这个仙分很多层次 那其中鬼仙就是你列祖列宗的 这个 在骨灰上 他们还以另外的形态活着的守施鬼 这一个保佑十分厉害 一定要行孝道 大家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 为什么要行孝道 刚才说了 你太爷爷的太爷爷的太爷爷 在唐朝当了大官 他现在埋在土里了 他怎么皮诱你 他当宰相的时候 他的同僚转世到人间 做了你马来西亚的部长 你偶尔见了面跟他说了一件事 然后这个部长还给你写了一封信就办成了 总比那个小人物去找律师又干什么的 找议员找部长 人家把你给干成了 谁让你去找的他 祖先 为什么 他当年是你太爷爷的部下 他认了你的灵 奉了你太爷爷的拜请 是人是灵跟灵的交道 不是肉身的交道 肉身的交道 肉身都埋了 都烧了 怎么再打交道 是寄居在这个肉身里的灵魂体 在打着交道 百千万劫 大家还在纠缠着 此生变成了朋友 变成了兄弟姐妹 以各种缘纠缠在一块 变成了你身边的人 那么这些维系的这些关系的 其中能够神通万里的 就是你的祖先灵 就是这个鬼仙 所以你家里通常 讲究的人都要设一个祖先牌位 不是光供你爷爷奶奶 就是张家历代祖先之灵位 那么再有爷爷奶奶的灵位 再有过世的父母的灵位 对吧 过世的亲生的灵位 这个叫祠堂 家宅祠堂 大户人间一定要设一个家宅祠堂 是这个祖先的神保佑 这个我昨天去 这个感触也很深 那位朋友的爷爷是以前是开小卖部的 家里进的贼被刺死了 那个贼害怕 然后拿刀捅了他 不小心捅到心脏 一刀就死了 死了呢 这一下子这几十年了 现在是二二女嘛 他都不接受超度 这口怨气放不下 怨气放不下 那我去了给他这个姐姐 把他的那个怨气给释放出来 他还借着他的孙子的嘴说 凭什么我不要走 凭什么乱七八糟的 那意思凭什么他会被别人杀死 凭什么他过得好好的 你这个一口怨气在 最后这个劝一劝他 释放怨气 这次重阳节他应该会接受超度 就转世去了 怨气不放下的人 横死到众生 他不接受超度的 他不肯走吗 我为什么要走 我就不走 因为这个事我没搞清楚 为什么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别人会杀死我 为什么我好好的不能再活几十年 这就是这口怨气 这就告诉大家 这个 那么后来呢 我也因为我也没有去查他的道记 每个人实际都有本账簿 这是你活着的日记 你每天做的 说了什么 想了什么 做了什么 会有一个这个记事本 这个叫这个道记 就是你千百万节来你的转世轮回 这个账本 这个账本记在你的阿赖爷室里面 是不丢的 因为能量守候物质不灭嘛 但不可能丢失的 我也没去查这个 但是呢 后来朋友又带我去他 这个太爷爷的坟 就是这个爷爷的爸爸的坟上 结果很惨 前面的那个都裂了 前面那个水泥都裂了 一盔坟没用水泥做 然后呢 没有砖做 当时可能就是个土堆 已经完全被浇 浇的没了 就是一个平地了 所以祖坟很重要 你们千万要记住 你们很多事不顺 都是祖坟搞的事 你这个祖坟裂了 裂了就 这个后面的亲人 腿受伤 身体受伤 夫妻不顺 然后分裂 不能在一块过日子 这都跟 往往跟祖坟裂 你后代子孙没去修复有关系 一定要修好它 这个 他爷爷的这个坟 他干脆就是没了 没了被水都淋光了 我就跟他这个重生说 我先修啊 这个这个 你们家这个不忘 你看就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又进去打开他的场 然后跟他交道 那么 这个他就感慨地说了一句话说 人走茶凉啊 这个太爷爷的感触 我突然就明白 为什么他爷爷没有人保护他 为什么 你进去个贼嘛 偷点东西就算了嘛 如果祖先神在护着你 你不会死的 他以各种方法 会让那个小偷半一跤啊 刀就掉了啊 什么这个小不小心摔一跤什么 他就会皮诱你啊 护着你啊 他这周围有一个 有一个厂护着你啊 结果你未富不仁啊 你这个赚了很多钱 又买了好几栋房子 又过着人间富豪的日子 就是你不给你爸修坟呢 你爸怨恨啊 人走茶凉啊 你爸怨恨祖先就断了哦 祖先就怨恨了 因为你的基因是通过你爸连接的哦 你爸怨恨那怎么祖先能皮诱你呢 祖先不皮诱你 你的灾难怎么化解啊 他们不给力啊 他们不用劲 他不管你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一定要重视 祖先神 祖先神 所以我们初九 重阳节 我们四大祭祀日 清明 重阳 中原 那么还有个冬至 四大祭祀日 就是我们在这个吉隆坡 在你们这个新加坡都设了祠堂 那么在美国这次在洛杉矶 也设了一个祠堂 就是给华人什么 这个把这个优秀的孝道传承 祭祀祖先 把祖先的牌位请上去 你没时间 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天天上香 经常的做法会烧金音质 去替你供奉着 叫永世祠堂 就是你死了 你儿女可能信了别的 要不信 不要紧 我的徒子徒孙会传承着 我们祖先的这个优秀传承 会永远祭祀着你的祖先 替你祭祀着 你就不用怕这个 没有儿孙去祭祀了 所以说 这个跟大家讲 这是什么 这个是要拜祖先神 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我这个当时呢 爸爸很孝顺 很孝顺呢 有一年这个 我每年回去 那个时候还经常回中国 老家是中国山东 回去以后 爸爸一定是陪我去爷爷奶奶坟上走走 这个唠叨唠叨叨 孙子来看你了 你要好好保护他 后来我一看爷爷奶奶的坟不咋地 我那个时候手里还有点钱 我说爸妈 我想给我爷爷奶奶修修坟 那个我师父教我的 我跟我师父干了很多阴宅 他就知道厉害 我说修一下 老爸说 扔到你了 我是他儿子 我给修 人家自己出钱 就修 也没告诉我叔叔 也没告诉我伯父 为什么 麻烦啊 他们一告诉都不让修啊 直接就修了 修了他能去拆了 你看 你们没有智慧 大哥不愿意 二伯也不愿意 三姑也不愿意 你啥事都 本身你倒霉 你被纠缠着 你问他们干啥 你找人修了 修了通知他们 我又不要你们的钱 对不对 他能找人去拔了 把那个坟又拔了 拆了 笨蛋嘛 你们就是想 你也出点钱 你也出点 你干嘛 你都不好了 你不给祖先修修 修了就好了吗 掌声一下 还这个请示 那个汇报最后没修成 还跟我说师父修不成 我心里说倒霉鬼 你就是个倒霉鬼嘛 你们干嘛 你这出钱舍了 又给祖先 为什么不动 后来修了 修了我的事业就起来了 越做越好 后来那天我又回去了 一看 旁边有一个 也是被水浇的都没有了的一个 像个坟包 但是一坑坑哇哇的也没东西 我说老爸 这旁边这鬼坟是谁啊 他说那是我爷爷 是他爷爷 我的太爷的 我说那这不行啊 我爷爷奶奶住豪宅 你看这个 他爸爸妈妈住这个样子 哎呀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老了死的死 什么的 不休了不行 我说不是影响我 他一听说影响我不干了 这个老爸还挺疼儿子的 我说还会影响你孙子 他对他孙子更疼 啊 还影响 啊 休 我说我出钱 他还不让我出 自己出钱休 休了 他那个给我通知说 啊这个你你这个太爷的坟啊 我爷爷的坟修好了啊 拍了个照片 发给弄得很美的 那天就是我拿 我们OS第一个有地地产 在加拿大的药池那一天 那掌声一下 几百万的一个地产 我们买下来了 啊就有地地产 那是永久的 我们准备在那建大佛殿 建祠堂 供养祖先 那个什么永远的 因为它海拔八百米 将来地球盐水 那也不愧眼 把大家的祖先都请那去供着 永远地供着 掌声一下 所以说 我拿到钥匙那一点 所以说你要不要拜祖先神 你要不要祭祀祖先神 要不要好好的把祖先能修的坟 都把它修好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拜神 你拜什么神 要拜对 对吧 那么要拜对神 不要去胡乱拜 那么我们这个人间有正神 就有邪神 什么是邪神 正跟邪只有一个区别 正神是利他的 邪神是利己的 什么意思 那个邪神 他只要什么邪 他心邪了 自私自利 自私鬼 只想为自己 所以是这些神呢 也让人去想办法让人去拜 拜他是要你的命 要你身上的骨子活气 因为他不要你的这个其他的 他可以让你中万字票 中多多 中什么东西 你有求也必赢 但是他要你身上的活气 就是你的命气 你的命气 因为他 你这个拿人钱财天神消 他帮你中了一百万 你要给他一百万的命 记住掌声一下 不要以为 这个钱还好赚 你看这个也求了也好用 命没了 健康没了 人的命 多少钱能买回来 多少钱临死 多少有钱人临死的时候 我给你一个亿 你给我把命救回来 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 我也救不了你的命啊 没有钱能买命的 是不是 不要信邪神 不要拜邪神 什么是邪神 全部未经过玉皇大天尊 施令封的就是邪的 叫假警察 你们这有真警察 是警察部队 是国家建立的封的 有一个体制管理的 那么在天 这个眼睛看不到的空间 是归玉皇大天尊管的 他管上中下三界 天地人三才众神明 连个福德正神都要正神 为什么标正神 那是最小的神 叫土地神 都要玉皇 封 吃封 下封书的 就像你们这一级级官员 有那个任命书的 不是你谁想让他当官儿去的 那冒名顶替的叫黑社会 是邪神就是黑社会老大 他有个什么坏事呢 就是不管 你只要求我 换因果 不该帮你 他帮你 正神他帮你化因果 不再结怨仇 所以因果到正神这儿化没了 下一辈子不用再去受这个因果的制约 所有的不顺利都是因果使然 就是过去生或者此生你做了什么不好的事 缺了德 缺了德遇到事情就不顺了 健康就不顺了 缺了德了想钱钱不来 想好事好事不来 所以是为什么 这个物理学家叫职能呼唤 你有多少的能量会换成多少的福报 变成房子变成钱 所以说我们要重视陪补自己的福德 己善之家必有余庆 福德从哪来 对人仁义理智信 行武德 救助苦难 辅助弱小 帮助贫寒 你这个积累福德 那么真正懂行的人还要懂得六道众生 还有三恶道十分痛苦 畜生道 地狱道 恶鬼道 所以说我们不单要看到的人去帮 还要帮看不见的鬼神去帮 所以说我们经常每个月几乎要办一次法会 不是为我办 是为你们办 提供一个平台 提供一次机会 让你们去敬鬼神 平常你在家里供神明 你只能共一个两个 参加法会来 这是古圣先贤留下的一种遗鬼 那其请的是全天的所有的神明 正神 包括佛家的 道家的 耶稣的 摩罕默德的 古印第安人的 古埃及人的 所有的这些 印度师婆 所有的这些大神 都会 立临 善政空间 因为他不会放弃 普渡六道众生 这个时候来的众生 有缘众生 更多 这是他们要度尽的众生 所以都来了 不是为我们来 是为这些苦难众生来 所以这个时候你拜的是 无量诸佛 无量诸圣 不是一个两个 所以这种机会就十分难得 那这个时候还有六道众生来 天界的来了 你不用去找他了 修罗道的来了 人鬼道祖先神来了 然后地狱 恶鬼畜生道都来了 所以在这么一个时间空间点 你可以一次批发业障 一次了调 掌声一下 那你可以同时 拜N多个无量的有缘众生命 你想他帮你就有多大力量 同时你经常参加法会 你又修道 那你就是心上心中有道的人 那所有的护法神是要护法 你身中有法 哪怕你持一个孔雀明王心咒 哪怕你心怀普渡六道众生的 这么一个念头 一个善念 护法神就要护持你 就像警察必须保护国民 一个道理 没有什么贿赂他 或者他认识你不需要 这是他的职责 职责范围 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参加法会 参加法会 特别这种大法会 像崇阳 那么实际上我们欠众生的太多 实在太多 欠神明的也太多 这这么多年我们只会乱拜 不懂神明是护持我 拥护我 让我早日去成佛 所以你们现在持正而拜 那么就会得到他们的加持力 全凭神力来加持 加持你 加持你早日成佛 加持你早日得到 加持你早日获得不死的金身 掌声一下 所以大家要懂 要懂 要参加法会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这个号召 这个在全球 这个九黄蛋期间 我们会点九黄灯 九黄灯 那么一天点一盏 连续点九天 就是每个人 希望你们为自己的全家 为自己的祖先点九盏灯 就是九天一天一盏灯 我们专门有一个斗抹 拜九黄的一个灯 那么会在全球 集中在新加坡 槟城 马来西亚的这个 吉隆坡来点 因为这三个道场 才有这个灯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九黄灯 待会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九黄灯 我号召大家就是 一定要为自己的九族 家人 孩子 兄弟姐妹点 一天点一盏灯 对有钱人 有钱人提个要求 因为这次我发心呢 点九千九百九十九盏灯 就在这九天里面 掌声一下 九千九百九十九盏灯 对有钱人提个要求 你不能只为自己点 你要把这个 你要把这个 替众生界 这个欠九黄爷的光明灯的 再还一还 九文一盏灯 这上面就是敬拜九黄大地 这个是北斗九黄灯 这一盏灯可以点 它还差不多两三天 但是我们不管 我们一天要点一盏 第二天还要再点一盏 那么在全球我们是 点起九千九百九十九盏灯 这个也就是说你们 这个每一个人 大概是就是 在这个每一天我们会点 一千一百一十一盏灯 这个一字有个什么好处呢 一本身在我们这个修炼界 它就是真气 什么叫这个一啊 一就是真气 就是元气 所以一又为这个纯阳之术 还有呢 它在我们中文里面 有这么一个发音叫腰 有没有 一是腰 让我们要 要 要 你们要什么 说 要什么 什么都不要 真笨 现在赶紧说 要什么 快点乱说都行 随便 你不管别人 自己说要 要 要不要 要 要什么 成佛 智慧 还要什么 要 反正要 对吧 第一个 要什么 要福 五福临门 要不要 他这个酒黄 他这个酒黄是赐福的 你不要小看酒黄 酒黄 第二个要钱 要不要 要 赐炉嘛 凤炉的炉啊 福炉寿啊 第三个是炎年 炎寿 不辞 要不要 把掌声 掌声一下 第四个要 要什么 好的东西全要了 掌声一下 他说 要增 俘兽 俘兽 是吧 三个要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 所愿悉令什么 满足 超度众生都超度走了 所有的吉祥都降临了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四个要 那么 这个 一天 我们九天 点九千九百九十九斩的 你们要不要帮师父完成这个使命 ok money come 好 回去准备钱 有钱人多点 没钱人至少点九斩 这个一定 你试一下 因为北斗九黄的力量 都被大家忽略了 我们这个中天 以什么为主 这个北斗九星 北斗七星 加两个暗星是北斗九星 这是中天 就是整个紫围星环的中天 由此分为东西南北四个斗 加中央这个紫围星环五个斗 叫中斗 一两十分巨大 影响着整个人类的俘虏兽 影响着整个人类的命运 所以我们这一次借这个九黄摘九黄蛋 我们就完成这样的一个愿望 然后帮助整个众生界 六道众生界完成这个十年 所以我想谁都不点 在你们这一群人中 应该有一百个富豪吧 谁自觉自己是富豪的 就多点点灯 有人说师父不可能完成的 我说你说啥 我就要点九十九盏灯 其中我要点九十九盏灯 对不对 九十九盏灯 我们如果有一百个人 一人点九十九盏灯 是多少灯 九千九百 九千九百 那剩下九十九给穷人点吧 你不要剩下九十九盏而已嘛 穷人一人点一盏也点了 所以你要认定自己是富豪 就多点点 好吧 掌声一下 然后或者你将来想做富豪的 师父是真言宗的祖师 你想做富豪的 你就也当富豪来点九十九盏吧 掌声一下 试一试 试一试哦 对不对 所谓是九九归真 这个力量九九重阳 借这样的一个特殊时空 人天共庆 天人合一 所以是这个 本来是没有明天的形成 结果来了你们这里 这个九皇爷 就提前进行了连通 这个说你呀 你觉得你教学很成功吗 还想 这个董母和九皇 为什么给问我这个话 我后来就试着 让几个学生练练玉业练行 在山上教的 我的老天爷 没一个会练的 哎 我就很 一个是很生气 为什么这个 教了你们这么多年 扔掉录音 扔掉录像 自己就不会练功了 你的阿来耶识里面 你的心中根本就没这些功夫 这太恐怖了 那师父是号召你跟九皇进行联通 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九皇的场中照着你 有九个皇爷保着你 对不对 他是环天星斗的总司令 九个皇爷天天在天上照着你保着你 哪有什么灾难可以降临你 哪有福报求不到的 那为什么这么多年 大家跟了我八年的七年六年四年五年还不入夜 对不起 你们根本就没有联通成九皇 没有真实的跟九皇爷 把电话线都架起来 什么原因 就是教你们修炼的什么天生法 上次在金马伦教的天生法 这些你们都没有练 北斗七星延命法 诸葛亮用的北斗七星内七灯延寿法 你们都没有练 这太恐怖了 为什么你们的阿来耶识库里没有 说跟天上九皇没有在人体中有对应的九个窍 对应的它的宫殿 在你身中的宫殿 人是小宇宙 天是大宇宙 在你的身上也有九皇宫 就九皇的宫殿 结果你的九皇宫里面都是黑暗的 没有光明的 为什么这次让大家点这么多灯 把它亮起来 掌声一下 把它亮起来 那个宫殿里用九千九百九十九转灯 灯火辉煌起来 那么九皇不就欢喜它就降下来了吗 就是到人间跟你们的内身体里面的九皇宫不就对应 那它就有地方住在里面 它住在里面它不保护你啊 它的护法它还不都到了 还天星斗地上众神不都忽悠你了 所以我就发现这个北斗九皇的拷问是有道理的 就是大家并没有真实的把自己身体内的九皇宫殿亮起来 就是你请不下九皇 所以是特别的就法界就安排了一次开顶 就是要打开你的天门把你的顶打开 打开把这个灌进去九皇的这个环天的这个能量给你灌进去 然后把你体内的众灵醒起来 我们叫开顶灌顶以及这个起灵 把体内的众神明都起起来 一起来拜斗 一起来拜九皇爷 那么和九皇爷在内身体里面 一起外世界建立密切的关系 所以明天下午特别给你们安排了一次灌顶 就是九皇爷的灌顶 这是为了你们这一次的九皇 九皇斋 九皇会 九皇但不白过 因为这一次的连通是跟了你一辈子 你就可以真实的受用九皇 这些神明对我们的加持 斗母对我们的加持 那么具体到怎么拜神 我们说华人拜神现在有点乱 乱七八糟 这个有的人我去找神在哪 门背后 门这一开看不见了 拉开门 在门背后拜神 我们家里的神明 土地包括土地宫最小的神明 包括祖先生 都是要用尊位的尊贵的尊 尊者的位置 首相到你们家 你会让他坐的那个位置 就是尊贵的位置 你不会你跑到那坐着 让首相跑在门后面坐着 会不会 首相到你家去走访 结果一开门 不见首相看见你 为什么 首相被你放在门背后了 不可能的吗 你这还不入不败 对不对 你把神明搞成什么了 把尊位让给他 一般那是客厅 客厅里的正位 后面要有靠 前面要有宽敞的明堂 你好能够拜下去 这是一个位置的选择 那么有条件的尽量用神龛 又叫佛桌 它有一种是带上面的宫殿的 有一种是平面的桌子也可以 底下是供土地的 上面是拜神佛以及安一个祖先牌的 那你们这边都很标准 南洋有标准的神龛 标准的神龛 所以是应该用神龛佛桌来庄严 那这个钱要花 它是等于说你把神明大护法请进来了 天天警察局长坐在你家呢 那盗贼还能来啊 那不好事不就找你来了 很多东西大家一记住 要拜神要尊贵神明 尊贵祖先神 尊贵你所拜的神明 这是要重视的 那么可以用画像 可以用这个坐像 这些坐像 这个雕塑 来作为拜的一个对象 为什么呢 古人有 对神明有个特别的启示 说神这可以隔思 不可以跺思 交可以设思 这是这个中庸里面的一段话 就是告诉我们 你对神明应该怎么去跟他打交道 他叫隔世 感隔 叫感应 感应道交 感应道交 你要请神入座 到你家入座一个地方 因为你不能买屋子去找 所以你给他用了神像 开了光以后 请他在那里 所以你直接对着他上香 礼敬 拜 去感隔 用心灵去感隔他 神就开始跟你沟通 神就可以跟你沟通 那不可以跺思 跺思是什么 用逻辑推理 今天来没来呀 到底来没来呀 怎么样才是来了呀 怎么样才是没来呀 你显个影子给我看看啊 因为他是无相世界的静明光 他根本就你看不到 他就是在你眼前 你都看不到 不是他不在 那你非得弄个相声 把他拜在这儿 他知道他来在这儿跟你感应 你跪着 他在上面高位上跟你进行沟通 所以是不可以靠逻辑思维 条理思维 数学思维去对付他 那么交可以射思 交是何况 何况 就况且的意思 那么就是你只可以感隔 你不可以用逻辑思维 条理思维 数字思维对付他 那么哪里可以猜一猜呢 射思就是射箭 不知道射中还是射不中 射射看 也可能有神也可能没神 这是射箭你们射不中嘛 对不对 射中了就有 射不中就没有 这个射思就是猜猜 碰运气 碰巧 这个叫射思 什么意思呢 你对神明不要瞎猜 要真诚的信 真诚的信 信为法界功德母 你信 信则有 成则灵 你不信不成 缺乏信 缺乏成 他就不灵 这是拜神的窍诀 为什么 你成 你心动 你求神 他来 神降 那么眼睛看不到 他是属于96%的暗物质系列的 这个暗物质和暗能量组合的身体 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界组合的 物质界占我们空间只占4% 有96%的存在 不是物质的 真实存在 这是科学家告诉我们 所以你只可以隔丝 不可以去肚丝 感动他 感动什么 心动 感动什么 一定要跪 除非你的腿不能跪 这个真正腿不能跪的教你个方法 弄一个垫子 直直的跪下去 用两个腿去创那个地 不要直接创你的地板 创木头 创这个 你弄一个打坐的垫 软软的 或者沙发垫 就是 咚跪下来起来 咚跪下起来 你好好地拜108遍 你的腿就能够跪了 你试试 这就是真诚感动 真诚感动 108遍之后你肯定能跪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你欠神仙的跪 听明白了没有 欠祖仙的跪 所以让你跪不下去 腿脚不灵 这个也有个秘密在哪 你的腿筋不能够伸展 是肝不输 肝哪 肝脏不输 那为什么这样咚咚咚咚咚 像西藏人就咚啪大礼拜出去 咚啪大礼拜出去 为什么 你的筋的总会在两个膝盖上面 筋总 筋总在膝盖上面 所以你这样咚咚咚咚 就把那个筋 肝气就竖解了 然后筋就伸展了 然后就灵活了 掌声一下 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呢 好好贵祖先 好好贵神明 按108下 不要直接对着水泥板 在伤那个半月板 一定要有缓冲的 这个软的垫子 沙发垫或者什么跪下去 这个天天这样跪 腰也直肉 这个腿也灵活了 这都是一个善巧的方便 为什么西藏人做大礼拜 是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锻炼 所以是这个早晚要上香 这个佛桌上一定要摆几样东西 一呢是鲜花 当然也看你的条件了 没有鲜花也是可 尽量有鲜花 因为要这个五彩光气 用五彩花 就是五种颜色的 黄色红色白色紫色 或者黑色的 那么绿一般的花都带这个叶子吧 绿叶子就可以了 因为金木水火土无彩光 一杯水净水 茶水因为比较麻烦会发霉 所以是可以不净 可以不供 祖先呢要净茶 因为他是吃人间烟火的 这个神明这个观音诸佛菩萨可以不净茶 土地应该净茶 但是麻烦也可以不供 如果家里没人打理 因为他会发霉嘛 那清水一杯用矿泉水 或者井水不能烧过的 然后自来水也可以 那么只是需要添水 就是没水了不够了 家不用去每天换 水果 这个点心 蜡烛或者油灯 这种灯 或者那个小的那个不起火的那个酥油灯 我们这都有 那么香要用植物香 特别家里拜佛 拜祖先一定要用植物 纯植物香 我也不要贪便宜 买那个化学香 几块钱一把 然后他都用化学香精勾兑 所以会伤费 把家里人的身体都糟蹋了 越点香越生病 是因为烧得化学香精 这不可以 要用植物香 像我们这都是从台湾专门选购的植物香 那里面还有一百多种草药 对人的这个身体康复健康还有好处 所以是这个香每天早晚要上香 这个点蜡烛 上香的时候一定要点那个小蜡烛 你如果是可以用这种油灯就更好 就是往里填它也不起火 填油它就一致24小时着着 这些都是很殊胜的 土地也是一样 一定要有茶 不是要有水火 那个争取要有花 这个点心 水果 这几样东西 那么如果是你的祖先喜欢喝酒 还倒一点白酒给他 米酒给他 就是供祖先呢也是要这样东西 这几样东西 所有的神记住 都要靠活气 生气 这个他才有利 那么我有的时候去你们一些家里调风水 结果土地来了 就跟恶鬼道出来似的 恶的 恶的 没有力气 主这个拐杖出来了 问他怎么回事 说哎呀 他家里敬些恶鬼恶神 整天欺负我 那他倒是给他们上香 给他供点些 我这没有 我这饿着 他们欺负我 餐这根剩饭也不让我吃 所以我就变成这个样子 很可怜 所以是要给他一个福德正神味儿 你才能够挤了功德 建立福德 不要开玩笑 所以是以前唐朝 我们的国家很兴盛那个时代 华人民族很威风 是因为家家共观音 户户共土地 那个时候皇帝提倡 所以是家家观世音 户户土地公 是这样拜出来的 所以敬神明 神明自然会护士大家 所以这是怎么拜 这说怎么区别邪神和正神 哎呀 你们马来西亚 这个很可怜 不信佛的人呢 还没什么大毛病 这个信佛拜神的人呢 几乎没几个好的 为什么敬备这些末法时代 这些动物仙家附体 你们都是去搞找跳童的 开个眼 跳童的 然后开个光 他也给你开成了 弄个小狐狸精过来 弄个什么小这个妖猫鬼怪 鬼仙给你过来 所以是不正 真正的开光一定要找师父 就是得到高真的师父来开光 他要入神 他要化光进去那个像里面 这个瞬间就可以开光 那么以前没有这种师父 要找大寺院的师父们给开光 那就他要做两天法会 一个开光法会要做两天 读很多经 那么还要拿镜子照 把外面的这个太阳光照到像上去 没有像你们现在去个寺院 师父 念念撒撒水 好了开光绑回去吧 骗人的 蒙人的 这种你不入不供 供了招邪灵 就是动物仙 这些邪灵来收香火 那这些赖在家里不走 家里人就百病重生 甚至精神失差 所以是 那还有呢 最近你们跟一些 这个没得到的师父学 怎么在家里搞烟供 这个烟供好不好 好 你在野地里做 OK 那么不能在家里做 为什么 家里是洋宅 是你们活人 这个能够 这个补充能量的地方 不是给鬼来住 招一堆鬼来住的 否则你沾了鬼气 一身鬼脾气 一身鬼病 什么都不顺 那你不能够积极的 向上的 有阳光一样的心态 那你就活不出一个 神人的样子来了 所以以前的师父 搞这些供 他一定要解戒 解戒 有外三重 里三层 中三层 解戒 内坛城在里面修法 那你现在你没不懂 就听某些人讲 哦 这个六道众生很苦 你就供 供了 人都有坏蛋 赖在你家不走的 还骗吃骗喝的 那些鬼啊 这些仙家 他这个不入人啊 很多是恶道出来的啊 恶道出来 他就赖在你家不走了 你那咋地啊 你一不懂怎么驱赶 对不对 那像我这种师父 天下也太少 你又没找着几个 我哪能每个家都跑啊 我哪能每个家都不登的 说是 那就请你拜托不要乱供 不要乱拜 真要供真要拜 那就是找我们这种道场安排 就给你家里设堂 设神堂 设佛堂 这个再去供拜 并且要镇宅 但是有严格的一个规矩的 那说师父那我到哪呗 到我们这呗 这是师父解了戒的 有大雄宝殿 观音殿 地藏殿 对吧 那么这个有这个蜜堂 我们在这个基隆坡 还有什么祖先堂 祠堂 新加坡也有祠堂 新加坡还有个道观 因为我们那买的房子多 还专门做了个道观 所以到这些正道场去拜 一定得到神明加持力 不要乱跑 你包括这个新加坡 马来西亚 到处都是跳铜的多 邪魔鬼道的多 妖魔鬼怪多 所以是拜来拜去 自己越拜越不好 越拜越身体不健康 所求都不能满足 就不要再拜 不要乱拜 这是很重要 不要说拜什么神 都是对的 大概时间关系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第一要拜神 第二要明白你是神人 你是神之主 你体内有千神万神 要朝理 朝理的是你真人虚理的 自己的那个真佛 你是真佛 你是真如来 你是真道 你是太上 所以不是 不要搞迷信的拜本 要拜是供养 要给神明发工资 发薪水 让他们有劲来帮你 来护持正法 护持你这个真人 今生能够快速的成道 做活菩萨 做活神仙 那么还有拜 拜要儒法 要拜正 不要拜邪 那么这个 再一个呢 就是自己要多参加法会 那么在这个地方 可以拜到法会里面 可以这个现场 一个如依鬼的 这个如法的一个法会现场 会有众多的神明降临 很多修成得道的古佛 古圣先贤都会礼礼道场 那在这个时候 结缘都可以接广大圆满的善缘 好 谢谢大家 请大众起立 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恭送我们的国宝级大师 张浦生教授 为了休息 再次感恩 感谢我们大德恩师 好 谢谢各位的到来